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白小姐 玩手机和不玩手机的孩子 十年后差距居然这么大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 从全国各地的普通家庭中 挑选了100个孩子 分成两组 50名是接触不到手机的孩子 另50名是对手机痴迷的孩子 十年后 跟踪调查的结果令人唏嘘 痴迷手机的50个孩子里 只有两位考上了大学 另一组的50个孩子 几乎全部考入了大学 这些考入大学的孩子里 有16位 获得了学校的全额奖学金 看完这样的报道 不仅让人感慨 人生的差距 难道就被一部小小的手机 无情拉开了吗 手机是一个魔性的东西 有自制力的大人 都容易着迷 何况是孩子 80%的孩子 被手机偷掉了健康 下班挤地铁的路上 满满一车厢的人 几乎都在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本就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这一天 旁边的那对妇女 倒是突然引起了一些思考 爸爸背着大包 还推着婴儿车 在狭小拥挤的车厢里 更引人注目 女儿大概三岁的样子 躺在婴儿车里 倒是比外面挤车的大人 舒服很多 不时发出一阵阵的婴笑 婴儿车里动画片 外方的声音比较响 考虑到孩子较小 大家都没作声 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过了几站路 估摸着父女俩快下车了 爸爸拿走了孩子手里的手机 只是这一个动作 整个车厢都是小女孩的哭声 爸爸安慰了几句 显然一点效果也没有 小女孩只哭得更撕心裂肺 一车的人 也都抬头看了看这位父亲 他有些紧张又无奈 慌张间又把手机打开动画片 还给了女儿 一瞬间 小女孩就不哭了 很安静 直到下车 原来哄孩子 一不手机就可以 三岁孩童 对手机也依赖如此 难免让人沉思 有调查显示 0到5岁的儿童 智能手机使用率超过80% 三岁起就玩手机的孩子超过30% 然而 苹果手机之父乔布斯 生前却从不让自己的三个孩子 随意玩iPad和手机 他说 我们限制孩子们在家里使用智能产品 作为智能手机的研发者 他深知智能产品对孩子的伤害 有一阵子 小姨很头疼表妹的眼睛 还特意跑去上海 挂了专家眼科 原因是表妹的眼睛总说很干 也隐隐有些睁不开 才八岁的表妹 三岁时就能记住妈妈的平保密码 自己开锁看动画 一气呵成 上了小学 老师反映表妹小动作很多 在课堂上也坐不住 爱走神也很爱动打扰同学 眼睛不舒服 也是上了小学之后的症状 拍片结束 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医生也说 孩子过早地接触手机 手机电子屏幕的色彩艳丽 画面转换过快 极易让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疲劳 弱势散光等问题 也因此而来 再者 适应了手机快节奏的孩子 很难在相对日常静态的生活环境中 凝聚注意力 课堂上坐不住 静不下心的孩子 80%和手机有关 这么小的孩子 也正在被手机一点一点 偷掉了健康和学习能力 想毁掉一个孩子 就给他一部手机 很小的孩子 已经熟练到 能自己用手机看动画 一看就停不下来 再大一点的孩子 刷抖音 玩王者荣耀 吃鸡 这些对他们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手机 让正在认知这个世界的孩子 走了弯路 生了心魔 初三男生 经常玩 王者荣耀等游戏 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 无计可施 于是让奶奶 将孩子的手机藏起来 没想到 男生发现手机没了 情急之下 到商店买了一把水果刀 威胁奶奶交出手机 好在被警方及时制止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只是为了要回手机玩游戏 就能拿着刀 逼至亲交出手机 00后女儿 迷上了手机直播 三个月内 给男主播打赏 花掉了十几万 这些都是孩子 趁妈妈睡觉的时候 偷偷付款的 还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私自登录 充值消费 更过分的是 女儿删掉了妈妈的消费通知 等妈妈发现 银行卡里钱不见的时候 起诉要求退钱 已经晚了 偷偷打赏 偷偷游戏充值 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 一个班级 过半的学生玩抖音 老师急得都哭了 小学生用手机拍抖音 结果直播了妈妈洗澡全过程 孩子在抖音 拍丧礼全过程 发几段话即赞 让人唏嘘 手机就像这群孩子的精神鸦片 原本活力十足 充满生命力的孩子 所有饱满的生机 就这样被吸走了 说手机是毒品 一点也不过分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视频 七位青少年挑战 二十分钟不玩手机 在不看手机的短短二十分钟里 有人像失去了灵魂 目光呆滞 手机一发出提示音 有人就焦躁难安 有人等得无聊 开始自言自语 每分每秒都变成了煎熬 直到二十分钟结束 拿起手机 他们脸上的笑容 才终于恢复 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子变得这么离不开手机了 优秀的孩子 都有一个 愿意带着他玩的父母 也有极个别 不喜欢玩手机的孩子 但遗憾的是 他们的父母 离不开手里的手机 河南公交车一位工作人员 捡到一个被乘客遗忘的纸箱 纸箱里装满了小学生的手写信 这些信中 不约儿童提到 希望在假期里 爸爸妈妈不要玩手机了 多陪陪自己 成长期的孩子 具有很强的模仿属性 家长们的日常行为 非常容易被孩子们所模仿 身为父母 真的应该放下手中的手机 多陪陪自己 慢慢成长的孩子 一个时刻离不开手机的孩子 他的背后 是一对同样离不开手机的父母 放下手机 带孩子去外面走一走 手机里的色彩 外面的花草树木 都能给你 放下手机 和孩子好好说说话 随便聊一聊 最近发生的事 放下手机 感谢观看